OK好 底下我就不要再用写的了啦 我用讲简的 如果说你觉得我太快的话 你可以post来看 所以不要写了啦 懒惰了 所以这边第三题 叫你解放程式 那解放程式一般上 学生会讲说老师不需要左思右思 只有正名题才需要左思右思 解放程式 你可以直接把诗子抄下来 你记得只有正名题 才需要从左思 或者右思开始 OK好 所以这样的题目其实蛮简单的啦 这边它只是考你说 你到底会不会展开 左手边的这个三层上的行业式 所以之前我已经用过 我萨拉斯法也用过了 代数一直是展开法也用过了 那么同学自己喜欢 如果说你觉得萨拉斯法比较容易 你只会用萨拉斯法展开 那么如果你觉得代数与指示比较容易 那你只会用代数与指示展开 好 所以这边 我用代数与指示展开法 那假设说我用第一列 那你第一列展开的时候 符号 代数与指示展开法 符号 符号是这样子的 这是每个位置符号的分配 那你用第一列 我现在打算用第一列展开 好 用第一列展开的话 符号就是正负正 OK 好 所以 跟之前一样的咯 好 符号是正负正 正2 负的 负X坚1 OK 好 最后一项是0 0你要不要写都没有关系的 因为0乘什么都是0的 好 所以这边我就不写0这一项 所以这边我会有正2 负X坚1 那么里面这个叫做余指示 这个余指示怎么来 这这2的这一行这一列 好 这这2的这一行这一列 好 2的这一行 这一列 好 这这2的这一行这一列 所以是剩下1X 负1 3 对啊 所以它的余指示是1X 负1 3 好 所以以此类推 X坚1 这个元素 这这这一行 那一行那一列 这一行 这一列 所以余指示是-4X 下1-1 好 那底下 2乘2的行列是 你不需要 再用什么正负正了 好 2乘2的行列是很简单 AD-BC 好 所以 1乘3 3 减掉-X 所以1乘3是3 减掉-X 所以是加X 那么同样的道理 这边也是一样 好 -4乘3 -12 -12 减掉-1 x x 所以复复的正 剩下X 下X 好 所以底下 只不过说把这个跨喉展开罢了 把这些跨喉展开 但你展开的时候自己不要出心了 我相信你们展开后应该OK 嗯 大部分同学比较说是 因为没有信心 所以展开的时候 比较 比较会做 比如讲说 复复没有得到症之类的 好 展开跨喉记 展开对 就好了 所以画剪刀后面 你会有 这个方程式 好 解方程式 所以按计算机 或者用脚叉相成 所以解是1 或者是3 好 1跟13 OK 好 所以我底下 用这样的方式来讲解 我觉得比较好 比较绳子